很多父母都会疑惑 应该怎么教小孩子画画呢 他好像不感兴趣 或者是说他到处乱涂乱画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其实对小孩子来说 给他一支笔 一张纸和一盘颜料 他就可以画出自己的世界来 那父母也许会觉得 他们在乱涂乱画 其实他们是在探索颜色 尤其是在 在起步阶段 他们喜欢在纸上堆砌各种颜色 而且这个阶段可能会持续很久 因为即使是成年人 也喜欢玩颜色 然后实验各种颜色的结合 那父母应该做的 其实是帮助小孩子更好的感知 和使用不同的颜色组合 来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父母应该引导小孩子观察 自然和周围 在他们在外面玩的时候 注意指引小孩子留意一下颜色 画画的时候给他们一个任务 比方说用颜色来描绘一下春天夏天 和其他季节的特点 日落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 欢乐的时候可以用什么颜色 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怎么画 当然这种感知不是一下子培养出来的 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除此之外还可以帮助小孩子 用基本的颜色 来实验不同的颜色搭配 会出现的新的颜色 比方说黄和蓝的组合 红和蓝的组合 和红和黄的组合等等 当然很可能出现像视频里的形象 乱调色 但是对小孩子来说 也许也是一种学习 一种红和蓝的组合 一种红和蓝的组合 好吗? 现在你搅拌,搅拌 你必须要注意力,好吗? 红和蓝的组合 嗯哼 红和蓝的组合 看我们现在有多少颜色 哦,我们没有试图的组合 不然我会给你另一个组合 下一步可以先从点线面开始 逐步加强形状的轮廓练习 但是这个过程不一定非得按照时间顺序 可以根据小孩子的掌握水平和喜好 随时调整 嗯,太可乐 嗯,very colorful 在某个阶段小孩子可能喜欢画线条 长长短短的 可以引导他们画烟花,花草,树木都可以 还有就是这种手脚硬画 好多小孩子都很喜欢 但是收拾起来真的很麻烦 尤其是他们弄的到处都是 所以地上铺的纸一定要大 那我就偷工减料了用了纸箱子 用手的轮廓画树木画动物 也算是开始阶段比较容易让小孩子感兴趣的方法 bubble painting也不错 那我用的是食物颜料加上洗碗叶 所以就会出现大大小小不同颜色的bubbles 那小孩子也很喜欢 让小孩子自由选择自己想画的很重要 一是我们不可能一直陪着 再者他们的自主性和创造力 常常在自由发护的时候最让人惊喜 但是从借助于肢体和各种媒介 到画出轮廓比较明朗的形状 可能会隔的时间比较久 取决于小孩子的年龄 感兴趣度和平常的接触练习等许多因素 那像Luki他中间是隔了一年 他第一次画水粉是在一岁半 那这一年他有很多别的练习 比方说树枝 石头 然后在地上画铅笔啊 粉笔啊 各种媒介 那我会在之后的视频再做详细介绍 哇 这看起来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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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睛要往上抬一下 我很喜歡那眼睛 我要白色的 你先把紅色給你 OK 你能看見嗎 我這樣 可以做到白色的 好 太短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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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